重点回顾一下 上礼拜部分大概就是讲到有关档案的读取 特别注意 Python 在档案读取跟写入的写到外部档案 这部分其实是相当的快速 而且相当的简单 因为前面一个F等于Open 后面给它一个档名 逗点如果后面双引号加R就读取 W就写出 A的话就合并 Append 所以你会发现三个模式大概就很够用 读取 所以你要外部读档案的话 跟写跟合并 这三个非常的快速 我几乎没有看过其他城市有这么方便 其他城市可能还写更多行 其实Python大概就是写个两行大概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要善加利用 以后的话 假设你要合并档案 那记得就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有一个叫全省邮局地址合并的范例 那那个范例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云端上面会有一个叫做全省的那个档案部分 就是我是把它下载到那个我们的下载区 所以我把它放在下载 太多了 下全省邮局这些地址 那里面的话呢就是三重一直到最后一个是封原 里面的话呢每一个档案呢就是大概就是什么局号 还有什么什么上号 还有什么他的这些好像有四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一下子快速可以把这总共有三重到封原 有25个档案呢可以快速合并成一个档案的话 一个O好了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用程式赚写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复制贴复制贴 那如果档案更多的话 你每天都在复制贴就好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花太多时间都在C、C、V上面 其实太浪费时间了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假设要学程式了 其实不管你用哪一种程式 你用Python也好 其实你用VBA也可以 其实也都办得到 OK 而且VBA反而也不困难 VBA的话大概你只要学会录制去几家 就是跑一个回圈 然后呢 他也会自动帮你合并到那个VBA里面 OK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设如果要用VBA来写的话 那首先当然一样 我们把O先删掉 如果我补充一下 假设我今天 一样用那个VBA来写的话 我们一样 还记得吧 输出那个目录 这一招其实还蛮值得学的 DIR什么 DIR 斜线B 控一格 然后呢 输出就是用大语表示 那输出他里面所有的那个目录名称的话 目录里面的档案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给他一个叫DIR.TST好了 这样的话呢 他其实斜线B值的就是我要精简目录的意思 就是只要档名就可以了 其他什么日期 什么那个档案大小那个不要 OK那我就把它输出了 这上个礼拜有讲过 那你会发现呢 我有没有输出这个档这个指令的时候呢 他就会直接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叫DIR的目录 这个档案 里面的话就会帮你把 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案的名称 通通列出来 OK 里面当然因为多一个DIR 这可以略过 那假如说我今天 我不用那个Python写的话 Python应该还记得吧 就跑个回圈 有没有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其实各位可以把它回顾一下 我们是把它放在一个List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List里面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List里面 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所以用一个for回圈 其实这个for回圈其实就是for each 在Python里面的for 它大概有两种的情况 两种就是 一种是像这种是for each 就是在这个List里面的每一个 所以他会先把三重的字串先放在那里面 有没有 再换下一个 就是中立 再换下一个的南投 直到凤三为止 这种叙述叫for each 另外一种叫for i 有没有 in一个range 那个两种写法你可能要 都要熟练 因为这两种的写法 for each是说每一个都要的话 那你就用for each 可是如果说你不是每一个都要的话 那你可以用for i in range 比如说你可能要跳过第一个 前面好像也写过 所以我强调说你那个 在Python里面那个List要非常熟练 因为如果你List不熟练 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放在List里面 那你要把那个资料抓出来 那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们再来怎么样 再建立一个P的变数 这个P的变数是我们自己取的名称 主要是我要先知道说我的路径放哪里 然后再加上那个名称 所以串起来的话 就是我是放在c底下的这个download底下这个 它串接一个name ok name的话所以第一个会把三重放三重.tsd放过来 那我就得到一个完整的路径了 再把这个路径放到f去open 刚刚讲的 那你这边可以用r的模式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当然 单引号跟双引号 其实我前面讲过 在Python里面都可以 干脆全部用双引号 有些同学会一直觉得 老师你这边怎么用单引 那边用双引 全部统一好 都用双引号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写出去 所以写出去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写出去到那个 有没有一个a 因为我不是只是用w 所以前面w的话 假设你这边w它会一直覆盖 那你如果不是覆盖 你是要写出去 有没有a模式是append 串在后面 所以开三重之后 再把中立放在下面 再把南头有没有放下面 再把中立放下面 一直串一直串 不过因为最后面它少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我加一个换 并且你可能要把c先清空 因为三重里面 如果你假设要在串的时候没有清空 它三重还存在 会变三重中立 然后再跟原来的三重串 那变三重三重中立 然后南头的话变成说 又三重中立 南头越串越多 所以记得要把c c指的就是说呢 我要合并到档案里面的那个 里面的一个变数 那这边是一个字串变数 就这样跑跑跑 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把它 直接执行 那你会发现 它就合并 这个止观成 那其实瞬间就OK了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all出现 那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个合并 25个档案 里面一直到奉三 全部通通通帮我合并起来 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 换个方式 如果说我今天要用一个 就用那个VBA来写的话 会不会比较简单呢 其实用VBA来写 顺便比较一下 我是觉得VBA 比较直觉 而且比较简单 OK 那为什么比较简单 为什么比较直觉 同样的东西 再写一遍你就知道了 两者就马上一笔就知道了 所以第一个 一样呢我开启VBA 那个e-sale 那我们原来list 是要写在那个上面这边 给他一个中瓜符 有没有 而且要把那个字串啊 豆点都要加上去 可是如果你在 那e-sale VBA里面的话 你不需要 DIR这个 你就直接把你这几个复制一下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贴到栏里面了 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把那个e-sale的那个A栏 B栏 C栏 当成一个一个的list 有没有 马上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说你要去怎么样呢 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然后呢 可能就是帮我写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比如说三重中立一直往下凑 然后最后再把我另存一个新档 那可是在e-sale里面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录制聚齐 那录制聚齐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它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叫做什么呢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 从文字档 有没有 那你可以把那个档案 直接去怎么样 开始进来 从三重先开 有没有 它会出现 它还问你说 你要怎么分隔 当然你可以直接把它放进来 不分隔 或者是说你要分隔也没关系 比如说我今天按照什么 按照固定的固定符号里面有空隔 因为里面好像空隔分隔 然后最后按完成就好了 放在A1 OK 资料就过来 但是呢 VBA里面呢 你可能不会写 那怎么办 其实我前面讲过 e-sale有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会自己帮你写程式 就是录制聚齐嘛 所以 刚刚的动作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 你只要再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加个回圈 再加个你要写到哪一列 有没有三重 往下就是 在三重范围的下一列 下一列 它就帮你合并了 最后再把令存心脏的那一行写上去 就完成了 好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不会写这个程度 你可以拿录制剧 把刚刚的动作先做 名称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话 你就直接用预设 Marco1好了 然后做什么 一先切到资料 把它从Web 二的话呢 把它开起来 三的话呢 就刚刚做的 就是把那个什么的空格这边打勾 这样完成就好了 放在A1 OK 好 这样只要做一个就好了 其他你不会写微观音器 你可以把它停止录制 再切到那个什么呢 H集里面 会有一个编辑 编辑其实你也可以从Visual Basic里面进去 实际上按编辑 就跟按Visual Basic 进到模组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会帮你写一个Sub 那这个Sub 其实是打开什么 打开一个档 所以未来你可以怎么样 写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做什么呢 把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第一个 有没有 去着E找到之后的话 放到Visual Basic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就中立 再下一个 诶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逐一个逐一个把它 档案开起来了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 比较 但是它的缺点 因为你会把它录制具体 像底下有很多行 其实都不需要 哪一些不需要呢 其实从Name 一直到哪一个位置呢 到那个分隔符号 Space 这个 因为我们按照Space 空 其实这些程式 都不需要 但是它 录制具体的缺点就是 它都会帮你加 所以基本上就留什么 留这个 有一个什么Test file 的Space 的这个 为True 就是用 空白去做分割 那Array的部分要 这一行我记得好像不用 大概就留 底下好像有三行 其实就OK了 那 再来就是把回宣加进来 那这个VBA层次都写出来了 那请各位可以 先把上礼拜的部分呢 先稍微复习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用VBA来写 会不会比较简单 来画面先切一下